欢迎收看新闻快讯 洛杉矶消防区局长克里斯丁克劳利 今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消防区昨天接到了4000多个紧急电话 并对大约1800起事故作出回应 所幸已经简弱为热带风暴的希拉里 没有造成任何人员的死亡或重伤 洛杉矶所有天气警报也都已经取消 消防局长表示洛杉矶市没有出现严重的泥石流 但有几个地区的树木被洪水连根拔起 Beverly Grove地区约6000户停电 Hollywood Hyde Park和Brandwood也报告出现停电故障 但绝大多数城市的电力设施并未受到影响 出于安全考虑洛杉矶联合学区的学校 今天休假一天明天就会重新开放 圣贝纳迪诺金帐办公室今天表示 上周五下午5点左右 他们接到了一个枪击事件报告 一位经营者服装店的女性企业主 因为在店内悬挂象征LGBT人群的彩虹旗 而与顾客发生口角 随后这名顾客突然拔枪将店主射杀 随后将受步行逃离现场 但很快被警方锁定 随后在双方的对峙中遭到警方击毙 枪手的身份尚未公布 但企业主的身份被确定为今年66岁的劳拉卡尔顿 是一位拥有9个孩子的母亲 剑透户的LGBTQ社区形容 她是一位杰出的人物 还说她在店内创造了一个安全和包容的空间 感动了许多人的生活 贸易县的县长李查德比森表示 大火已经导致114人死亡 27人身份已经确定 并对11个家庭发出了通知 然而至今为止失踪的人数还有850人 此前超过2000人的失踪名单上已经有1285人被安全找到 比森强调这些数字每天都会浮动 也敦促那些失踪人士的直系亲属 提供DNA样本以便当局识别死者身份 当地也已经在部分的酒店内设立了家庭援助中心 方便当地人提供样本 而不在岛上的居民则都可以前往任何联邦调查局内提供DNA样本 拜登总统今天将访问夏威夷查看损失情况并会见幸存者 一架俄罗斯的轰炸机TU-22今天在圣彼得堡以南的空军基地起货 莫斯科方面表示轰炸机遭到了无人机的袭击出现了损伤 声明还表示机场的停机坪发生火灾但很快被扑灭 外界猜测最有可能的攻击者乌克兰则尚未发表任何评论 TU-22是冷战时期的一款超音速轰炸机 被约带号为逆火广泛用于对乌克兰城市的攻击 虽然机会一架飞机对莫斯科现有60架飞机的影响不大 但这次行动突现了机幅打击俄罗斯领土深处目标的能力 正在不断增强 请继续锁定新闻快讯掌握新闻的最新动态 请继续锁定新闻